台中無氣漁港的天氣 現在下起了毛毛雨 雖然還感受不到明顯的風勢 不過已經可以看到港邊停滿了漁船 多達近三百艘 全部都用藍繩固定在岸邊 為了防範這次的颱風來襲 來聽一下漁民們怎麼說 好 根據氣象站的預估 無氣漁港的浪高可能達到一米 漁民們不能出海 前兩天就已經做好了防台準備 而目前杜蘇瑞颱風的中心 在爾安比南南東方海面 暴風圈已經進入了巴士海峽近海 對高雄 台東 屏東 恆春半島 將構成威脅 今年兩天是颱風最靠近的時候 而颱風的熱區主要在東半部 南部以及後續的澎湖 金門 中部以北相對的影響比較小 不過今天在中部的台中彰化 雲林 可能會有分風 室外來到38度 還是不能掉以慶幸 以上是來自台中的最新狀況主播 我是張貝姿 播報新聞讓我增廣見聞 家事 國事 天下事 世事關心 也帶你一起掌握每日時事 與時俱進 所有最新消息 熱門話題都在中視 當然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 分享 開啟 扫鈴鐺 我們一起掌握數字 可是在外面上 您的意識 叫做啟則都很準招待